我又生孩子打算 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知道就好 这是安医生 给你的保健品 知道了 公司等着我去开会呢 我也有急事 那就先走了 等等 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没有生孩子打算 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知道就好 你不是说话了 我就等着我认了 哪有结婚 不生孩子的道理啊 这什么老公呀 这么冷血 哪儿都不关心老婆 没想到 我这嫂子秦英素 你还会抱怨呢 抱怨两句 不是很正常吗 说什么 冷血动物 不关心老婆 原来你秦英素的骨子里 是一个怨妇啊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既然我能在那儿 碰到我的嫂子 那说明是缘分呢 正好我还要去逛街呢 要不一起吧 我可以给你买礼物 我 我可以给你买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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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来买礼物 我可以带你买礼物 几个小时没见 你吃香药了 吓死我 这些我都要 好 早了 我对你好吧 我提前做好了 准备工作 希望你能打日怀 上我们姜家的大宝贝啊 你这些全倒是买于我的 当然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猴连马云能怀上 但是我们有备无话 秦明 真算你久了 等你怀孕了 我看你怎么回事 你又好了 在咖啡厅见面吗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不会江家人发现什么了吧 还不是你那个 刁蛮任性 无理取闹的小姑子 非要拉着我逛 什么婴儿用品店 分明就是挖苦你啊 姐 你在江家都过得什么日子 还有你那个老公 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 什么老公 还说 说什么 还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 今天可把我气晕了 我的好妹妹 你也别生气了 坐 我 江家人 发现吧 没有 我也不想让他们以为 你有个穷亲戚 要到江家打秋风 别说这个了 姐 你到底今天 有什么急事 不能去看医生啊 你也看到了 江家人 全都这么难对付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拉你来 当救兵的 江家人一直都希望我怀孕 可是我看了各种方子 吃了各种药 前几天检查身体 还检查出一些小毛病 我也不敢跟江家人说 毛病 什么小毛病啊 现在再复查 结果要过两天才能知道 我也是不能 肯定不会的 姐 你就别多想了 反正呢 孩子一定要生的 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 是不是 谢谢你 我叫霍芝 我叫霍芝 在这方面 我很有知情 希望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来 吃饭点 吃完美 下车 霍老师 像你现在这么爱钻研幼儿教育的老师 确实不多了 我有个问题 需要你如实回答我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教师 为什么会辞职 我 是想换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对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至高的学历 这样吧 霍老师 你回去得我们的通知 我是被拒绝了吗 好 谢谢啊 别客气 霍老师 张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真是你啊 你也来面试 你也是来面试的 网络上不好的传闻影响了幼儿园的效益 王园长想尽办法维持运转 我想来想去打算换个工作 是因为我吧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对了 你没说之前幼儿园 总是孩子的事情吧 霍老师 千万不能说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会很麻烦的 听您正面说 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不愿意吧 那我先进手啊 嗯 再见 不愿意吧 不愿意吧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老师 你为什么会辞职呢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直高的学历 你没说之前 幼儿园总是孩子的事情吧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会很麻烦的 我告诉你吧 真是我在联络上发的 那个无德老师 就是他把我们家统统 扔到大牙路上不管了 别动了 我们俩的大牙路上 我们俩交易自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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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我说过之 您是园长啊 什么 我被露起了 真的吗 被露起了 太好了 谢谢你了 院长 行 我明天就去 走了 喂 姐 我被录起了 我明天可以上班了 那就好 我正为你担心呢 小植 你没跟那个单位说 之前被辞退的原因的 我没说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没说不代表撒谎对不对 只是没事而已 可费东西啊 你不能讲 肖雅 跟你说我多少遍了 我不知道货之在哪儿 可小植除了你就没有 别的朋友啊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连福利院我都去了 可冯院长 也不肯告诉我 小芝在哪兒 小雅 我知道我媽這次太過分了 可小芝這麼躲著我 也不是辦法 總得給我個機會 讓我解釋清楚啊 你太抬拒我了 你們家霍芝交友滿天下 誰知道這會兒 在哪兒享福呢 說不定找到更好的 早把你忘倒後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是不是小芝跟你說了什麼 不可能 我媽說她親眼看到 小芝跟別的男人 進的酒店 這怎麼可能我不相信 你告訴我是不是這樣 你幹嘛 你弄疼我了 幹嘛呢你 對不起對不起 小雅 我求求你告訴我 小芝是不是真的變心了 我不知道 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 有別的男人 我剛剛說的都是氣話 反正我認識她這麼久 她心裡只有你一個 我就知道 這裡面肯定有誤會 小雅 我一定要找到霍芝 當面問清楚 然後 然後我再去跟我媽 解釋清楚 陳秉說你那個腦回路 到底是怎麼漲的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了 你覺得跟霍芝 還有可能嗎 霍芝跟你在一起三年 就被你那個媽 欺負了三年 可你呢 是 你是表面上護著霍芝 可哪一次到最後 不都是你死求活求的 都是霍芝讓你那個媽 這也就是霍芝 要是我早跟你分手 一百個來回了 你還找到幹什麼 不管怎麼說 我們不能這麼 不明不白地分手啊 我一定要找到霍芝 當面問清楚 你想幹什麼 別讓我說中了 你嘴上說不相信 霍芝會劈腿 其實你心裡還是 信你媽的是不是 要不然你找霍芝 出來幹什麼 陳李生啊陳李生 霍芝沒嫁給你就對了 霍芝 霍芝 放開 放開 陳李生 看在我們相識一場 我好心告訴你 現在的霍芝 已經不是你和我 認識那個霍芝 就算你找到他 也是浪費時間 你自己看著辦吧 不管怎麼說 我一定要找到他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薄兒 馬傑 這是什麼呀 這是英素的 這是英素的 你別亂動 這是我們江家 其英素 不會想穿這個 勾引我胳膊 樹無悔之物 馬傑 太太 我有兩個衣服找不見了 你看不見他見 工作 今天有空嗎 帶你去個地方 好啊 黑老 去哪兒啊 帶我一起唄 先別鬧 走吧 今天還只能你跟我去 我話說 好啊 來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江村 你什麼意思呀 我那天確實說話有點重了 可你也不至於讓我離婚吧 先看看 我不看 不管你什麼條件 我都不會離婚的 其實那天你跟我說的 我想一想 你說的有道理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個交代 交代 什麼交代 我不管你為什麼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對我負責 你想要留在我們江家 想要給我生個孩子 不就是想要一個安全感嗎 對吧 仔細地看一看 這是我轉讓的 我名下的百分之一種權利 我你看 不管你看什麼樣的條件 我都不離婚 不行的話 咱就找爸爸秘密 看他答不答應